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2月2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的 今天这期节目的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又一家5000亿级别的房产公司雷暴的话题 那么这家地产公司呢 就是华夏幸福 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 他曾经在地产界了 可以说也是一块金子招牌 也是进入过前十的 那么这一次呢 也是经不住债务的沉重袭击 以至于出现了股债多杀 最终雷暴 那么这应该是继年初小流资本雷暴之后 还有海航破产之后 今年的第三个雷暴事件 而且都是大企业 都是大雷 今天的节目呢 在后半部分呢 我想和大家聊一下 中国政府加大封杀自媒体的事情 那么我估计这一次微信公众号 可以说90%以上 可能将会因为缺乏相关的资质 而无法继续经营下去 无法继续发布内容 可以说啊 这也是中国言论空间的一次 再次大屠杀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 如果是新朋友 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点赞 如果能订阅我的会员 对能言表示支持就更好了 再次表示感谢 2月1日晚上的华夏幸福 就发布了债务违约的公告 这个公告就称 截至目前华夏幸福基业的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其下属的公司发生了债务余期 涉及的本息金额呢 大约是52.55亿 接近了53亿 涉及到银行贷款 信托贷款等多种债务形式 目前公司正在与上述逾期设计的金融机构 积极协调来开展展期的相关事业 根据报道了 自2020年第四季度至今 华夏幸福到期需要偿还的融资本息 它的金额是559亿元 如果剔除主要股东支持之后的融资 进现金流 它是付的 付了371亿元 就是说基本上没有现金流 反而还是付数 那么公司的流动性是出现了高度的紧张 导致出现了部分债务都不能如期偿还的情况 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债务违约了 截至1月31日 公司的货币资金的余额是236亿 其中的可动用的资金只有8亿 意味着剩下的228亿 基本上都是受到限制的 不能动用的 所以8亿元要偿还这个52.55亿的到期贷款 基本上就相差太远了 杯水车型可以说 对此的华夏幸福就表示 公司的流动性阶段紧张导致了债务余期 可能会对公司经营和融资产生一定的影响 公司正全力协调各方积极的筹措资金 以尽快解决相关的问题 并于部分金融机构就展期等一些问题来达成共识 可以说这是华夏幸福 对外宣称的自救的一些手段 至于它能否救得了 这是后华 目前来看这些都是杯水车型 可以说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华夏幸福 在监管部门一轮一轮的地产调控之下 楼市销售业绩是快速的下滑 那么让这个5000亿级别的房企巨头 净利润大幅度的下降 无法覆盖债务所导致现在这样一个结果 那么任何一个公司的雷暴 可以说它都是有征兆的 不是突然而来的 华夏幸福可以说也不例外 在去年以来 华夏幸福它的股价一直都是跌跌不休 一个公司的股价不停的下跌 那么这个公司一定是出了问题 要么是业绩 要么是它的财务状况 累计的跌幅去年是达到了55% 可以说基本上在A股市场已经算是腰斩 是跌得非常之凶的 总市值蒸发了450个亿 根据财务数据就显示了 截至去年的三季度 华夏幸福的总资产是5068亿 总负债是4100多亿 那么它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2% 可以说算是非常之高的 公司的有息负债 它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其中短期的债务规模 是940多亿 可以说偿债压力是非常之巨大的 进入今年以来 华夏幸福的处境就更危险了 在这次52亿信贷资金违约之前 也就是1月15日 已经有两笔中融信托计划违约 本息总金额达到了11.1亿 那么这就是华夏幸福这次 更大雷暴的一个征兆 就是有两笔信托资金 在1月份的中旬是违约了 大概是11个多亿 两笔信托资金违约了 犹如倒下的一个多米诺骨牌 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恶性的循环 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华夏幸福发现的 境内债券是集体的下挫 甚至创出了有交易数据以来的最低价 一个公司它的债券价格下跌 可以说说明它的市场上 它的评估或者说市场对它的信心 就非常不好了 可能是这个公司自己出问题的一个反应 同时它的层序美元债券 也出现了异动 创了2018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和历史最低价 那么引发了市场对于华夏幸福 对付风险的一个大讨论 市场就担心它是违约 果不其然 后来就是股债多杀之后 就是评级机构开始采取行动了 那么这对市场信心的打击 可以说是更大的 在1月15日 惠玉就将华夏幸福的长期外币发行人 违约评级 高级无担保评级 以及所有未成债券的评级 下调到了币 而在1月27日 惠玉又下调了华夏幸福评级到3C 移出了负面的评级观察名单 1月18日 中城信国际 已将华夏幸福的评级展望 由稳定调整为负面 所以各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它的评级 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信用评级连续下调之后 华夏幸福它的融资难度就增加了 因为评级越高 它的融资的成本是越低的 这个可以理解对不对 一个人他的资产越多钱越多 那么他如果借钱的话 大家不用担心他违约 不用担心他还不起 所以他借债的成本会低 反而是你没有什么资产 你的财务状况不好的人 你要去借钱 那么你的成本就很高了 因为你的风险高 所以华夏幸福借薪还救的压链 现在是巨大 资金链可以说断裂就在眼前 接着呢就是中国的央行 银保监会财政部 住建部的官员呢 在1月18日就开会来讨论 华夏幸福相关的事宜 但尚未就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 而在1月19日的逆行会议上 国务院也进行了相关的讨论 一家房企违约可以说能让央行 能让银保监会 还有国务院这些巨头啊 这么高层次的一些政府部门 出来讨论他的话题 可以说这还真的不多见 可以看出啊 华夏幸福这个雷暴的事情 可以说设计的面很广 实际到很多金融机构 所以他的危机程度啊 可能会比较高 前两天呢有媒体就报道 华夏幸福呢准备成立债券委员会 由最大的债券人工行和平安来牵头 华夏幸福呢正在与顾问进行磋商 也制定庭外债务的重组建议 并讨论无法还债之后啊 破产的可能性 华夏幸福可以说 一直都是地产圈内啊 融资最凶猛的地产企业 一度了被称为地产行业 最会做金融的公司 那么他无所不用其极的融资手段 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是被行业作为教科书啊 是广为人知的 融资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啊 那么极度丰富的融资渠道 导致了他长期居高不下的债务规模 那么火烧眉毛的华夏幸福呢 到底有多少债务呢 前面我简单跟大家提到过 截至去年的第三季度 华夏幸福的总资产是5068亿 总负债了4100多亿 那么公司的有息负债达到了2100多亿 其中短期债务是940亿 特别是短期债务越高 那么这个公司的财务危险的信号就越大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华夏幸福他的资产负债率高过了82% 对应了他的净负债率是214% 那么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 也达到了78% 所以不仅全部都踩中了央行和中央监管部门划定的三条红线 那么如果将永续债 如果纳入金他的债务来算的话 他的财务杠杆了将是更高 这就意味着华夏幸福未来 他的融资只会越来越难 他的债务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而且除此之外 华夏幸福他还承担了累计近2000亿的对外的担保 其中包括63份的担保协议 那么在这些债券人中 银行就有35家 而信托公司有9家 可以说总担保金额已接近300亿 这也是一笔天文数据 如果华夏幸福他自己的债务问题 累报的话 或者说他破产的话 那么这些300亿的数十份的担保 可以说全部都将被引爆 这也是非常厉害的 可以说 其实华夏幸福在2018年 他就出现过债务危机 当时因为引入了大金主平安 所以他成功的脱困 那一年是涉险过关 而且平安两次注资180个亿 也让华夏幸福是躲过了一劫 但是现在看来 平安注资的180个亿 基本上亏损了一半 所以这个平安是血本无归这一次 然而华夏幸福 他一直没有找到持续的造血功能 负债危机终于是包不住火的 那么观察华夏幸福2019年财报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说在地产板块114家公司中 华夏幸福的每股收益 还有每股净资产 它的净利润 还有营业总收入 净资产收益率 可以说这些指标 财务指标都是非常好的 都排在前十位 但是华夏幸福 它的每股的现金流 这样一个重要的指标 一直在全行业是垫顶 这也是华夏幸福 它深陷资金链的危机的原因 这一切主要是怎么来的 这个危机是怎么出现的 可以说和它的特殊的经营模式 是有关的 就是产业新城 华夏幸福 把自己这种模式 称为开发性的PPP模式 也就是说政府主导 企业运作 合作供应 那么也就是从政府那里 拿到一块地以后 由自己进行设计 规划 然后土地整理 基础设施建设 提供公共配套的服务 然后招商引资 产业服务 产业加速 以及城市和产业运营管理 等等一揽子的公共服务 基本上就是和政府合作 这种模式 而当地政府 仅仅是对整个项目的过程 进行相关的监督审批 就可以了 所以双方是这种模式在合作的 那么与一般房企 高周转的住宅地产相比 很多房企做的都是住宅 对不对 绝大部分做的都是住宅 但是华夏幸福 他这种产业新城 做一个新城 配合地方政府 他这种业务 就沉定了他大量的资金 而且这些资金 回报周期非常之长 比正常的住宅项目 他资金回收更困难 而且运收账款 也非常之慢 最终可以说这种模式 就将华夏幸福的现金流 全部给拖垮了 这是我曾经 在讲到中国政府开创什么 PPP模式的项目建设中 讲过的 其实当时我就说 这种模式 就是对民营企业资金的 一种压榨 那么他就是利用 民营企业的资金 来搞基础建设 这种模式 可以说在我看来 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公私合影 最终这些搞PPP项目的民营企业 很多都是被资金拖垮了 资金链断裂了 华夏幸福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政府坑人的PPP模式和竞争激烈 惨淡的楼市销售的市场 房子很难卖 加上资金回流很慢 这种模式可以说就成为华夏幸福压垮它的两根稻草 根据统计数据就显示了去年华夏幸福全口径的销售额 已经划到了千亿以下 同比降幅高达33% 在行业里面排名呢 已经大幅度的下跌到了47位 可以说这家千亿级别的房产巨头啊 正在快速的掉队垮掉 那么可能呢 这个冬天呢 它都熬不过去 可能会破产的 这是我一个判断 摆脱不了像海航方正华城这些破产企业的命运 那么我们就等着听最后一声最大的雷暴啊 就是破产 说完雷暴呢 我们来说说最近中国政府对自媒体封杀这样一个事情 这次封杀呀 可以说比以前任何一次封杀的力度都更大更猛 可以说是对自媒体行业的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是一个大灾了 近日呢 不少自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运营者呢 他们在后台啊都收到了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叫做啊 关于公众号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发布需要资质的提醒 就是这么一个通知 他的内容就是说啊 你好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众账号了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的服务许可证等相关媒体资质 那么如果你的账号了后续计划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请尽快完成资质的材料整理 并通过平台完成资质的申报 然后他告诉你要发送到什么邮箱 标题是关于补充公众账号新闻资质的材料 他说如果你的账号不具备有关的资质 建议你不要踩编发布评论解读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 以及重大突发事件等相关信息内容 避免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和平台运营的规范 对后续的创作发布造成不变 这是他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 其实我在国内也是运营了几个公众号 当时我们的编辑人员把这个通知发给我的时候 我也是一惊 因为我知道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 可能自2012年蓬勃发展的近十年代 中国自媒体行业 中国的知识付费行业 可能就要正式的受众正寝了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因为这次可以说打击的力度确实太大了 因为根据他的正在通知的消息就显示 如果你的公众号不具备所谓的资质和许可 你就不能发布采编新闻 就连你的评论 解读政治经济军事或者外交 以及重大突发事件 解读这些东西 你都会有问题 不仅是不能发新闻 你连评论的资格都没有 都有问题 都有可能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那么违反相关规定 可以说就会删文章 然后就封号 对不对 你基本上就做不下去了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 怎么才能获得这个许可证呢 就我的判断可以说是蓝鱼登天 一般是很难获得的 如果你是个人的公众号 可以说就是首当其冲的 你不具备获取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许可证的资格 你不是新闻从业人员 即使是法人公众号 普通公司公众号 你要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的服务许可证 可以说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整个申请流程非常复杂 而且门槛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这就意味着90%以上的公众号 特别是那些像财经分析 社会评论 国际关系评论等等的一些时事评论的公众号 基本是无法发布消息了 如果强行发布可能就是要你提供资质 要么就是给你封号 那么这是彻底将自媒体发展的路给封死 这样一个架势 其实根据2017年 中共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第一章的第二条 其实就包含了上面这个通知的内容 比如说你要想拿到新闻发布的资质 你必须是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 而且要求主要负责人总编辑是中国的公民 要求你有与服务相适应的专职的新闻编辑人员 内容审编人员和技术保障人员 要求有与服务相适应的场所设施和资金 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可以说 一般的微信公众号都做不到的 这几年只是微信公众号这一块 他一直没有执行这个通知而已 可以说算是法外开恩 让大家多活了几年 但是以后可能就要全部执行 这就意味着90%以上的评论解读的政治 包括经济军事外交 还有重大的突发事件等等 你想评论这些内容的话 微信公众号你基本上都不能发文章 你就做不下去了 只剩下一些吃喝玩乐 或者是电影电视剧搞笑搞怪的 像这样的一些公众号内容 也许它是可以发出来 可以存活下去的 那么只是这里有几点疑问 第一你个人向自媒体大V爆料 自己不公正的待遇 然后自媒体大V帮你在网络上发布 算不算这种情况 算不算采编发布新闻呢 对不对 现在其实很多公众号都发这些内容 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然后帮别人发声 其实有这样一个功能 如果自媒体大V呢 他不能爆料 以后个人呢只能向媒体爆料 但是如果媒体因为厉害关系 或者说他收了钱 他不报道又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你像最近比较火的像卢书记 对不对 然后呢 展国秘书长的那个市长 市委书记 还有了草包之书 还有了郑爽代孕 还有了墨茶之死等等的这些非常热门的政治和重大的社会突发事件呢 是不是以后公众号评论也都要资格都不能报道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如果答案为是 这种规定是不是变相削弱了舆论的监督和互联网监督呢 相关法律是否不够精准不够完善 如果否 那么意味着绝大多数法人自媒体可能都将被排斥在对时事热定的评论之外 所谓的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都是空话假话都是一场骗局 那么这也许就是中共宣传部门的希望中国人对政治经济社会的话题闭嘴 只希望中国人的像猪一样关心吃喝玩乐 对不对 不思考让你让你不批评 毕竟呢 这些年可以说很多社会话题基本上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的一些自媒体引爆出来的 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的那些不公平的事情才会得到曝光才会得到伸张 而且几乎了很多这种社会热门事件呢 他炒作的热度 当然不叫炒作 他就是说社会关注的热度超过了主流媒体 那么这当然会引起互联网监管部门的一个不满 引起他们的封锁 这也是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力啊 没有得到尊重 受到了威胁的一个原因 这也是中国宣传部门和互联网管理部门啊 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这次封杀可以说正是对公众敬言 敬身的一次无嘴的行动啊 基本上就是又来一次文革 以后呢 可以说就是只许赞美 不许批评的 哪怕是赞美不积极 鼓掌不起劲呢 可能都是问题 这也许啊 就是要称递的习近平想看到的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